顺势的向前去甩 你这个旋转才会够强 反手发球动作要力 反手发球 因为反手发球其实它有一个好处 好处啊 反手发球它这个好处是 抛球和转腰啊 比较好使劲 因为你本身你就正面对球台啊 然后反手发球 大家首先要注意一个小的关键点 就是你的抛球手的位置 左手像我是右手发球 我左手抛球 我们左手要在你的球方上面 看我这样抛完之后 右手直接击球非常顺 在球方上面你抛完之后 你看你抛完之后顺势转身 顺势这样一转身 引盘就做完了 它整个发力也会更顺畅 想发的这个旋转特别的强 你要去用你的手腕 反正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手腕手腕这一下呢 在触球的瞬间 你在引盘的时候 把手腕提起来 手腕这样向上提 直板也是啊 你这样握着引盘向上提手腕 向下胳膊小臂向下砍的时候啊 手腕向前顺势甩出去 顺势的向前去甩 你这个旋转才会够强 反手发球我们可以去找一个 非常直观你就能发上力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要用你的肘 向后 有这种肘肌的这个感觉 现在教的这个发球 横板直板都可以 不管您是什么打法都可以啊 大家看啊 我这个手放在上面以后 对吧 它这个速度 你这样一去发力 它瞬间这个球速就会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咱们保证们在练习一个发球的时候 你一定先找好这个球怎么去发力 怎么去发力 刷国球会 还是你会看